卸货和装货正在通宵进行 直至破销 在抵达阳山港二十个小时后 古德龙梅尔斯克号货轮 又满载着货柜驶离港口 在他身后 留下了装满进口货物的三千个货柜 在他的甲板上 马放着两千个装满出口货物的货柜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西敏华和他的团队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一天是如此的漫长 但阳山港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因为三千个货柜 还在静等着被运往目的地 客户们已等待这些货柜 好几周了 但此时这些货柜还码放在 离大陆三十二公里的阳山岛上 要与其他世界第一流的货柜港口 一笔高下 阳山港必须每年装卸 两千万个以上的货柜 但他身处大海之中的地理位置 又给竞争带来困难 这就需要建起另一个超级建筑 这就是东海大桥 它有六条车道 长达三十二公里 比旧金山金门大桥长十二倍 是世界第二长的跨海大桥 第一跨海长桥就在西面八十公里处 那就是杭州湾大桥 在路上建这么长的大桥 依然十分困难 而在大海上造这样一座大桥 简直就是一场后勤供应的噩梦 设计东海大桥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大桥要够宽 要有六个车道使卡车运货顺畅 其次是要够高 能让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从桥下通过 它还要够精实 能够承受大自然各种各样的灾害 每年夏天都有台风 黄风捡起的激流 以每秒两米的速度袭来 卷起六米高的大桥 这只是在大海的表面 从大陆到阳山的海底 深度不同 在十米到二十米之间 而且全是松软的烂泥 对于一座六车道的大桥来说 这绝不是理想的基础 何况重型卡车驶过时 桥体还要发生变化 工程师们在电脑上 对大桥在各种条件下的状况 做了模拟测试 巨蜡 黄风 卡车事故 与巨型船舶的碰撞等等 依次来确定哪一种设计最能够 最后他们确定了两种设计方案 东海大桥的大部分 有六百个桥墩支撑 两个桥墩间最大的距离 有四个排球场那么长 但在两个地段 它变成了斜拉桥 在这里桥身高高升起 让巨型轮船从下面通过 而且桥面呈优美的S形 这样轮船能和强大的洋流 形成一个角度 以这种方式通过大桥 截至2002年 大桥设计完成 现在工人们得按设计把它建造起来 第一个挑战 要把长达数公里的钢筋水泥 浇注在稀泥般的海床上 并能抵抗得住强台风的吹袭 工人们往海底打入六千根基础桩 用全球定位系统 将这些庄子定位 误差只允许在三至五毫米之间 下一个问题 怎样建起六百个重量达两千多吨的桥吨 在浪高水级的大海中 只有半年时间可以施工 解决之道何在 首先建设者们在陆地上造出桥墩 然后再把它们拖入大海深处 从头至尾没有哪一件事是省心的 包括工人们的积居生活 随着建桥工程向大海深处延伸 工人们只能住在桥墩上 2005年12月10号 即桥梁建设开工后的四十二个月 东海大桥通车了 从那时到现在 一共有三百万个货柜 经东海大桥运往陆地 这一切都处于监控室里的 大桥管理人员的监控之中 他们不放过发生在 这世界第二跨海长桥周遭的一切 不管是在上方 在桥面 还是在桥下 他们的眼睛就是安装在 三十二公里桥身上的 八十个监控摄像头 这些电子眼从不打盹 因为情况不允许他们打盹 东海大桥是人定胜天的好秘证 但大自然绝不情意认说 台风和大雾随时可能 危及大桥上的交通安全 2006年 超级台风铲除 袭击了中国沿海地区 带来巨浪和光风 东海大桥微然不动 2007年 阳山港是上海年进出港的货柜 只比竞争对手新加坡 少了100万个 成为世界第二大港 当2020年全部进程时 阳山港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货柜港 它的码头将长达25公里 有50个博位 每年能装卸2500万个货柜 永续建议中 永续建议中 尽管市场上有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都做的 跟上海地区的港上有了 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建议 在香港的城市的城市 在这一段短时间的建议 是非常严重的 它是非常感动的问题 我认为每个人在街上 到城市的领域 到国家的领域 他们都知道 是中国第一港湖的第一港湖 最大堆地域中的世界最大堆地域中 那是一件事你不看到在俄羅斯或美國的美国 有人在在俄羅斯 vs.歐洲 說我們最大堆地域中的美国 他們不知道,他們可能不在意 但是這裡,它是一件事大家知道 它是一件事他們很豐盡的成功 但不要忘记 世界上的造船厂 已经开始着手设计更大的货柜船 这些超级巨轮将会需要更长的码头 更大的吊车 更深的驳位和航道 现今世界上最大的货柜港 过去只是将来更大港口的第一季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